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啊 今天呢我要讲一个事情讲一个 韭菜的事情跟韭菜密切相关 啊 我讲这个俄罗斯制裁啊 你说全世界都在制裁俄罗斯水苦啊 俄罗斯老百姓受不受影响 有人说那肯定受影响对的 但也有人讲呢不受影响你看我这下面 推特下面有一个人评论说什么 所谓制裁普通人就是瞎胡说 无稽之谈 没看见欧美针对俄罗斯普通老百姓制裁的 本身制裁老百姓就毫无意义 纯粹哗众取宠 俄罗斯普通的老百姓他打工发的工资是不是奴布 这个货币 他能直接发美金吗 现在奴布从制裁之前 1比80 现在涨到1比160 他的工资实际上就是 缩减了50% 是不是制裁 是不是 俄罗斯普通老百姓 韭菜 底层 惨不忍睹 那制裁什么普京财产 冻结瑞士银行冻结什么 只要政权在 只要权力在 俄罗斯的贵族阶层就那帮顶层的上上上级社会吧 上层 吃喝玩乐 荣华富贵 就是说豪车豪宅 香车美女 照样 你真以为这这男 我真的是 这帮韭菜你服不服 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 连到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真以为人家慌呢 有的是钱 不光存在国外 你说俄罗斯 那些高级的那些官员啊 就是上层在俄罗斯 什么好在没有 地方这么大 整个豪宅波斯地毯什么没有 你就不要说俄罗斯了 苏联当年 黑海度假 俄罗斯 苏联的总书记包括高级官员都在黑海度假 你看看他妈那豪宅盖了 什么跟皇宫的呢 啊 你再看南斯拉夫那个什么铁托那个总统 那那个老大 那 他家的停车场啊 就 那个铁托的老大他家停车场 比你家 比的比 洛杉矶的公园还要打 停了多少辆好车 门全是金子 你真以为真以为人家年刀只要权力在 啊 就此荣华富贵 制裁 随便制裁 你看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国家人口不到一千万人 那老大当总统当了二十几年 照样荣华富贵 那让你独裁当皇帝 管你六七百万人你当皇帝 你过了好不好 那剩下的六七百万人就给你打工 任由任由你剥削 你说你过了好不好 啊 是不是女人多的去了 今天玩一个明天玩一个 你还天天真以为说制裁酒 制裁的苦的就是你这帮韭菜 知道 倒霉的就是你这帮韭菜 你真的是 孩子们 你说现在俄罗斯普通大百姓能用国际新闻卡 Visa Mast他能用吗 普通大百姓 他现在用中国银联了 用人民币支付了 那这个的话对于俄罗斯的上层有影响吗 有影响 但是人家荣华富贵照样是荣华富贵 朝鲜金山胖也没有这些玩意儿 照样荣华富贵 过的不知比你好多少倍的 啊 哪怕就是非洲一个 贫穷落后的 年年小学都没毕业国民 人均GDP只有几十几百美元呢 那非洲什么国王什么总统出门也是私人飞机 亿万富翁 你真以为 你真以为哪个不是 啊我的观众有在非洲的 有有有在非洲的非洲跟我讲 当地他妈政府官员出门私人飞机 你真以为非洲人家全穷 你真以为非洲人家全穷 就中国不是有一带一路吗 他就是外派到那边 他算是一个高级高级领导人吧 相当于一个官员 他跟他不是官员 一个 领导吧 就他跟当地的 非洲国家领导人 啊高级官员 相当于 搞业务吧 对不对 这他妈出门私人飞机 你真以为人家 权贵的生活全世界他妈一个屌样 你这个私人飞机 熬子他妈玩女人 从他妈全世界女人都玩了 全私人飞机 你你真以为 权贵你真以为普京过了过过了不行了 哎呀丑啊被制裁了普京这饭吃不饱了 拉夫罗夫这红酒又不够喝了 啊 就就就就就这不行了呀收不了了 普京的熬子女儿全 崩溃的 真是怎么过 你怎么你以为制裁人人家年刀有权力在 苦的是你韭菜 知道 当年全世界都他妈制裁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南海照样吃兄长 照样玩女人 照样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事情都没有 就老蒋 他就算失败了中国大陆被他被赶跑了 失去这么大900多万平方公里 他只剩下3年多万平方公里的台湾 老蒋人家蒋家也是中华富贵过一辈子 没一天打工 你说是不是 老蒋小蒋 哪个他们不是东阿富贵过一辈子啊 他已经败退台湾 他就当一个岛主了人家的过的都都是年刀阶级 那出门也是专机 车也是专专用汽车 医生都有私人医生 你真的是钱花不完 你不要说老蒋小蒋 就那么当年的 国民党高级官员哪个他妈不是家里面要成万贯 那还是小小台湾 你真以为真以为苦的苦的是韭菜 能理解 俄罗斯 口可乐 麦当劳 口可乐退出的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的富豪俄罗斯的上层阶级 他他妈就走私他也能喝得起口可乐 他也能喝到 啊 原版 因为吗 我的朋友去朝鲜 朝鲜的酒店里面卖的就卖口可乐 就朝鲜 就平常 可可口可乐没有在朝鲜搞吧 他在朝鲜都看到奔驰 他亲眼所见 你真以为人家朝鲜的封闭 韭菜是穷 人家朝鲜的上层 你啥也不说吧 金山胖 瑞士留学 十几岁 啥阶级 什么阶级 你还制裁制裁 制裁就是你制裁你普通人 包括一九一八七几年排华法案 你真以为美国那个排华法案是排所有的华人 你真以为 排的是劳工 如果你是达官显规 如果你是政府官员 美国不排你 那个法案是不排的 你不信你就上网查你用英文查 你包括一九二几年美国 通过了一个叫排亚法案 他是排整个亚轴 所以就通过法律条文 就是 整个都排了 那你以为美国排的都是那个什么上层 就是全排的吗 我告诉我个就这么跟你讲吧 一九一几年一九二几年那 中国那些上层照样来美国留学 早样 啊 美国的民权法案一九 六几年民权运动一九七几年左右通过民权法案 到一九八几年美国的种族隔离开始慢慢慢慢改变 但是你不要以为 美国一九五几年就没有什么华人过来享受生活什么 你他妈有钱你是打官显规 中国那些多少军阀 被共产党打失败的 然后携家大口带着金条来到美国安享晚年 来到洞山基 有一个军阀好像叫叫什么马什么的 马马步魁吧 马步方什么人 带着几个老婆 荣华富贵过一辈子 国民党好多这样啊 不光国民党军阀什么 你你真以为说这排排华法案能排到人家 啊 活在梦里 排的是劳工 懂吗 啊 有色人种的劳工不让你进来不让你进来抢美国白人的工作 你要是他妈的政府官员 总理 就跟八九六四的呢 八九六四全世界制裁中国 那我问你 中国呢 你查一下习近平 温家宝胡锦涛 江泽民 他们的那些子女后代 哪个没有西方身份 国籍 有的直接 八九六四有一个原木 这王八南原木说 哎皇上上没死一个人 他女儿过了几年他女儿 不是过了几年吧 好像就是1989年 当年他女儿要来美国留学 真是 当时美国的那个签证官就问 哎 你爸爸是原木啊 你怎么 来美国留留学呢 你怎么想申请的呢 然后那个原木的女儿说什么 我爸是我爸 我是我 你不信上网查 原话 让美国有没有给他签证 给他留学签证 那肯定给呀 你妈高官你懂吗 粘刀 懂不懂 你到他妈美国办你到美国大使馆办个美国签证 你爸是公安局局长 税务局局长 市长 县长 美国是 如果你爸就是苏北农民 东北的农民 陕北的农民 越北山区 种地的 福建的 留学 旅游签证 留学签证 能他妈给你吗 傻逼 制裁 制裁的就是你这帮普通人 韭菜 懂吗 人家镰刀该干嘛干嘛 生活过得好着呢 只要挣挣权 真的 俄罗斯普通人他妈过得差惨了 俄罗斯现在普通人就在想着怎么卖赢 怎么出国 怎么到欧洲给人家操 怎么赚钱 知道吧 怎么嫁人 怎么嫁到韩国 怎么嫁到台湾 俄罗斯普通人现在想的是这个事情 你的妈真以为人家上层 荣华富贵一辈子 我在梦里 那制裁的苦的就是你这帮他妈 韭菜 普通人 我都没法跟你们这帮韭菜聊 那天天想着打工 就跟哪就跟我这一想真的有道理 我一个观众我一个朋友 江西省一个县领导老子在美国他全家都在美国 知道 他钱是不是贪污的 我都问过他 他跟我说什么 在中国如果你赚到一亿人民币以上 你哪个不是他妈共产党贪污的哪个不是跟共产党搞好关系 哪个不是 你所有的外国企业哪个不跟共产党贿 你怎么进入中国市场 妈的真的是 这那麽亲口跟我讲 你真以为那麽 纯傻比 纯傻比 就你们这帮韭菜纯傻比 你就看我视频我能跟你跟你讲一点真话 知道吧 对不对 人家他妈在美国打需要打工吗 他还跟我说过一句话 所有大学毕业想着打工的全部都是韭菜 所有 全人类所有 人家他妈就没想到打工 懂了吗 你爸是老共的贪官你他妈需要打工吗 你需要想着赚钱吗需要想着打工 纯傻比 你这帮韭菜还你妈制裁 制裁的就是你懂吗 俄罗斯韭菜 中国韭菜 你天天 活在梦里 哪天我不骂你几句你帮韭菜人醒呢 你还不记得好好把我的视频 转发 点赞 对不对该评论评论该加入我会员加入我会员 对不对 对你的韭菜精神境界提高是有好处的 要不然你这活在梦里 哎呀普京要完了 哎呀 穷了普京 普京只要这总统还当 他要么政变下台了 小命没了 他只要还当总统 克林姆林宫住着 好好住 住到死 知道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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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想起的我那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 外国政府 你是一个投资人 你到沙特去做生意 你是要跟沙特的王室搞好关系呢 还是替沙特人民说话呢 明白 就你是老板 你去沙特的投资赚钱 你你愿意跟谁打交道 那肯定是同志阶级王室啊 黏刀啊 他们有权利啊 有资源呢 那你跟沙特普通老百姓 普通的韭菜打工仔你跟他搞好关系 为他的人权发言 他能跟你什么 啊 你就跟他妈的 为什么人家 苹果 美国这些大企业 去中国投资 什么什么 跟共产党合作 人家跟共产党合作 共产党给他赚钱 知道吧 跟为你他妈这帮韭菜说话 也就是我这种 因为我就是韭菜 你明白吧 我就骂骂共产党这粘刀 割得太狠了 你明白 苹果公司 他说共产党坏话的吗 微软 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微软的老板 比尔盖什 巴菲特 股票投资人 他说共产党坏话的吗 索罗斯 你包括索罗斯在内 你别以为索罗斯天天说 哎呀共产党这个不行了 习近平又是什么开放社会的最威胁的敌人 拿倒吧 你哪里听的呀 我在梦里 你这妈的妈韭菜 没没法跟你这帮人聊 这就讲起了一个台商跟我讲的 一个台台商啊 台商 台湾不是说 全是亿万封啊 台商不是说全亿万封 许多就是小老板 他就跟我说啊 他跟我说什么呢 其实 这些外国资本 是帮助共产党 壮大的 因为这些外国资本 他首先 就就这些外国人 台湾人 美国人 日本人 什么德国人 他把技术带入了中国 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入中国 把那个 劳动力机会 劳动机会 工作机会 带入中国 更重要的把钱 带入中国 你不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强大吗 你先想是不是 是不是这台商都跟我讲的 那你跟我讲了 你实际行动就是这样 就他都跟我讲了 他老公要打导弹打到他妈的台湾 那说不定导弹里面他妈有那些什么税钱就是台商贡献了 说不定那那那你说那一天要再来了这怎么办 因为台湾你过去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你为了赚钱 你就是投资中国大陆 导致的他的经典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有钱了发展军事了他要干你 那怎么办 你告诉 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懂不 有一天死的就是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子女包括你 因为你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他那个国家你他妈投资了他 你为了赚钱 懂不懂 你早就台商都跟我讲了 只要一开战所有台商抓起来枪毙 到中国投资的 你就必须的 这他妈已经属于通敌了 你开玩笑你跟我 我要是台湾总统我他妈一道命令所有台商必须退出中国 不退出中国 拉出来给你枪毙呢 你他妈那想干嘛你肯定 没卖的意思吧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了你的韭菜 好好反思 好好反思韭菜 你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别的视频你就不要看了 记得要转发 还有你要好好那个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拜拜